陳柏惟在去年 大家都在反對萊豬的時候 他既然變成萊豬的推銷員 他說米國有一個荔枝火腿 燒好吃 萊豬有毒 這個是大家都已經知道 科學界也好 或是我們台灣的民眾 大家通通都知道 結果因為我們把這樣的一個事實講出來 他們不讓我們講 就用司法想要來鎮壓 但是我想我們台灣的老百姓 雖然很善良 但是我們也很勇敢 陳柏惟在去年 大家都在反對萊豬的時候 他居然變成萊豬的推銷員 他說米國有一個荔枝火腿 荔枝火腿 這個講這句話 我聽起來是覺得也很有趣 因為我在雲林那邊 有些朋友 他告訴我 他們養豬婦 在講這種瘦肉精 包括萊克多巴胺 他們說 那就是荔枝火腿 吃這個萊克多巴胺是豬的 瘋狂藥 豬吃完會消消 我們陳柏惟說 美國豬荔枝火腿 我不曉得它到底是正面推銷 還是負面推銷 但不管如何 我為什麼 從這麼遠的高雄來這裡 要來支持這個罷免的行動 我覺得 國民的健康 下一大 像我們很多都是阿嬤疑的 我們在騙孫 我們要給我們的孫子 吃最健康 沒有任何殘留毒物的 這個就是我們做阿嬤的願望 我們希望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孫子 健康長大 我自己也有三個孩子 我也知道 要娶孩子大小 很不簡單 結果 陳柏惟為了自己的利益 他沒有替我們表達民意 他選擇跟政府站在一起 要去護航萊豬 其實光這個理由 我們就可以來罷免他 為什麼 因為全台灣各縣市 包括我們在地 台中 做出來的民意調查都一樣 七成七成以上的民意 都是反對開放萊豬 一個民意代表 對抗七成以上的民意 他就是沒有代表民意 沒有代表民意 他就沒有資格再來當立法委員 沒有這樣的資格來領我們 給他的薪水 所以他如果不辭職 我們就只有一個辦法 那就是發動法律賦予我們的權力 把他罷免掉 罷免掉之後 下一個再當選立法委員的人 就會站在我們的立場上 他就會替我們把萊豬反對掉 所以今天大家非常辛苦 我非常感謝 因為只有我在高雄反萊豬是不夠的 台中的人也要反萊豬 台北 台灣各縣市 甚至金門 我們馬祖的人都一起反萊豬 我們才會成功 而且我們10月26號 如果可以成功的把陳博為罷免掉 會提升我們12月18日 反萊豬公投我們的士氣 所以我們今天各位的行動非常重要 所以我一定要來這裡 加入各位的隊伍 非常感謝大家 我們今天最主要的是 來告訴我們台中第二選區的鄉親 我們台中第二選區 罷免陳博為的這個投票 是在10月23號 10月23號禮拜六 因為只有我們單一選區在這裡投票 所以我們知道有非常多的合格的選民 還不曉得有這個罷免的一個投票在進行 所以我們今天最主要是來讓大家知道 我們手頭有這張票 今天第一次跟那個志工出來走 有沒有遇到那個加油團的 很多像剛剛就說到一個吉祥物 什麼吉祥物 就一個保佑的 一個保佑的金箔啦 保佑的金箔 這也是我們在地鄉親的一個祝福 那其實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因為 我們疫苗嚴重不足 現在讓很多人還有一千多萬人 沒有人沒有打第一劑 兩劑的覆蓋率只有110萬只有5% 台灣是所有進步國家當中最低落的 最後段班的最少的 那大家讓大家生活在這個生命的隱憂擔心 那你看現在市場其實已經不比以前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人生人害 現在大台灣的行李結束 而且尤其是內用的部分 小吃的部分 很多都收攤了 做不行李啊 大家就變成為了生活在打拼 還要對抗疫情 那所以大家對於這個 陳柏惟反對加購國際認證疫苗 四千萬劑是非常的憤慨 那再加上說 我們政府的疫苗政策 這個顛三島市 一下子說疫苗買太多 一下子說不可能打第二劑 全國打第二劑 搞得大家一頭霧水 要讓大家搶疫苗 現在又說要莫德納配高端 要BNT、AZ配高端 讓大家更擔心更害怕 所以這個問題都是 其實我想民眾今天會這麼熱情 要願意出來支持罷免 這是有原因的 確實是因為陳柏惟立委 在當初6月18日在立法院 表決投票反對加購 四千萬劑的疫苗 這是嚴重的傷了所有國人的心 也真的是跟所有的人作對 那天出來當市中的感覺 不是因為老實講 我這個這樣子的環境 我是很熟悉的 而且民眾對我都非常的熱情 也都加油聲不斷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透過這樣子 能夠吸引到能夠讓更多人來投入 因為這不是個人的事情 這是每一個人的事情 疫苗關係到每個家庭 每個人的生命安全 還有我們的周遭的生活環境 如果今天疫苗一樣這樣子的話 那未來大家是不是 大家能夠出門工作嗎 念書嗎 所以說大家對到疫苗 現在台大對政府是非常不斷 如果現在有選舉 政府一定馬上下台 一定馬上下台 但是因為還有那麼長的時間 所以政府又可以包裝 又可以化妝 又可以粉飾 又可以欺騙 所以這是民眾最不能夠忍受的 那我今天這個志工 其實我今天是上市場 但是我們在 我們是有分工的 總部這邊 他有分派一些任務給我 到地方去走動 因為我們人手不足 那所以我們必須要 我都要協助他們到一些 比較林里的地方下去 去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宣講 一個小型的客廳會 這樣子的宣講 讓大家更多人知道 提高我們的一個 罷免的一個熟知度 讓願意出席的人更多 謝謝 謝謝你們 你們辛苦了 謝謝喔 辛苦了 罷免陳柏惟 我們的長輩 才有疫苗可以打 罷免陳柏惟 我們的地方建設 才會讓大家更滿意 拜託大家 書委書醫師 來拜託大家 台灣要進步 做一筆 習慣做一筆 我們幫忙 因為北市沒有想要吃萊豬 北市是要注意給誰 各位鄉親 各位市場 的主席 這個事情 就是我們要擁鑊 不然還要擁桌 一個立委選菜 不替台灣 要照顧 整天 台市場 這好像是要在台中 進行 停水 兩國圍 高五庭惟 各位鄉親 各位市場 我們要在主席 我們要在生活 是不是很辛苦 但譬如 不得到 我們做到任何的事 尤其擔心 各位鄉親 各位市場 如果我們要有更好的生活 麻煩 站出來 站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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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 次ünde 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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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